图来自网络文珍妮8月6日上午,上海地铁11号县徐家会站,一名26岁男子毫无征兆的倒地,心跳呼吸全无,地铁工作人员迅速抢救,并通过广播寻找医护人员,有两位救星市民参与救助。 一位是华山医院的护士潘玲玲,四方是刚刚下夜班,另一位是热心市民张翔,曾参加过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急救保障工作。 两位有爱心的人轮流对不省城市的男子作心肺复苏,标20赶到现场后,迅速展开电击除产,随后男子心跳逐渐恢复,被送往医院,不幸的是,当天下午男子宣告死亡, 来不及留下一句话,来不及与家人告别,26岁的年轻生命,就以这种方式,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个喧嚣与孤寂,冷漠与温暖并存的人世间,给自己留下诸多未尽的事宜,给家人留下无穷无尽的悲伤与思念。 生命有时候就是这么脆弱和无常,每个人都不知道意外,会在哪一天的哪一刻突然降临在自己身上。 人,这一生不过短短几十年,我们可以在最美的年华里拼搏自己想要的人生,不辜负生命,不辜负时光。 但是生命不止努力拼搏和奋斗,还要学会珍惜和享受生命,学会善待自己,就是珍惜生命,只有会生活,才能享受生命。 这个时代,成功的唯一标准是用钱来衡量的,这一标准无时无刻不在,激励着人们去努力拼搏,每日每夜的拼搏,就是拼命,很可能就踏上了性,命,努力拼搏,也要量力而行。 在不透支身体健康的情况下,为了自己,为了家人,去努力奋斗,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,一个成年人要学会对自己负责,再善待自己,珍惜生命的同时成就自己,才有可能担起更多的责任,才有可能对家人负责。 大千世间茫茫人海,每个人的存在与消失,都是那么微不足的,但是对于爱自己的家人,却是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。 珍惜自己的生命,也就是珍惜自己的家庭,虽然努力拼搏能让自己和家人过得好一些,但它拼太累,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 活着不只有赚足够多的钱这一种成功模式,健康快乐地活着,拥有幸福温暖的家,不也是一种成功吗? 把生活过得有自有味,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,并不一定是要很多钱,或者说,会生活的人,不在于钱多钱少,不懂得活着的真正意义。 再多的钱,也满不来温暖幸福,的家和健康快乐的生活,内心的平和,知足长老的心态,与家人起了融融的氛围,健康快乐地活着,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享受到的普普通通的生活状态。 比起拼尽全力去挣钱,忽视了家庭,忽视了健康,忽视了陪伴家人,挣钱的意义何在? 圆活一世,健康快乐地活着,永远是活着的基本意义,否则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。 圆活一世,健康快乐地活着,永远是活着的基本意义捺乱,最后颈 групп的 list给我们接近一切都毫无意义。 运动,洗完未来这里发生相机的平时期,可以把我们接近一切都是你能强调的变态,则肯定是否定一切都毫无意义。 感谢观看